为什么男人到了50岁最容易变心 我们近两年啊 也发现的确50岁的男性出轨率很高 我们总结了一下案例发现 50岁男人变心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是中年晚期的叛逆 你想到了50岁 大部分男人的事业人生家庭 都是趋于稳定了 手里呢要么有点钱了 要么有点小钱了 有的可能已经临近退休了 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了 特别是以前啊 一直是老老实实的男人 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 就想着我要不要做点刺激的事 好不后悔来事件一趟 我记得以前啊 有一个来访者的老公 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自己这辈子就一个女人 觉得有点亏不甘心 所以在这种想法之下 有一些男人就想通过出轨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 尤其是道德感人之度 自我约束的不高的 就会变心出轨 那第二个是空潮期开始了 50多岁啊 大部分的孩子都已经高考结束 进入了大学 要不然工作都有了 夫妻俩不责忙孩子的事情呢 空闲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了 以前有孩子站着 心里生不出太多的想法 时间也不宽裕 现在时间多了 很多有的没的想法 就逐渐的开始去实现了 第三就是为了逃避不和谐的婚姻生活 中年男人压力的确很大 我们不得不承认 孩子大了 花钱地方也多了 父母老了 事儿也多了 再加上结婚多年 觉得和老婆也没有话说了 看着老婆也没有新鲜感了 夫妻生活也就那样了 过着搭伙的日子 生活变得很无聊 很平淡 很沉闷 甚至有些男人还特别烦 自己的另一半唠叨 但是又不能离婚 所以就用出轨来逃避现在的生活 如果你就恰好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你应该先搞清楚 他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变心的 你才知道该怎么让他受心